看到独角仙进入繁殖的季节 彰化花檀香 独角仙今年大爆发 到处可以看得到呢 有独角仙爬在树干上 结果民众观察到 既然有志工独角仙是遭人蓄意恶意的 用绳子套住了鸡脚 甚至打了死结 可恶 太可恶 独角仙的鸡脚被人用绳子缠绕打了死结 民众发现想帮忙拆除 但却担心把他的鸡脚给弄断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不断垂死挣扎 民众将虐待独角仙的画面 PO上网引发网友公愤 因为去年就有一只母独角仙 被人用橡皮圈故意套住身体 网友痛批根本就是蓄意伤害 雄性的独角仙 他的鸡脚是要来打架用的东西 那他被绑了绳子以后 可能会影响他的囚偶 六月进入独角仙繁殖期 彰化花坛大领巷 今年独角仙大爆发 吸引不少游客近距离观赏 专家提醒为了能让更多民众 近距离欣赏 请大家一起守护 爱他别抓他 才能让独角仙不断地繁衍下去 记者林一峰张华报道